稍微靜一點 說幾句就可以了 政府剛才發佈新任的廣播處長 過去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看到今年2月 廣播處長就出缺了 靜一點 請 今年2月廣播處長出缺 但到現在為止 前後已經七個月 才公佈繼任的人選 但他不是由港台內部去調升的 進升的 亦是由AO空港 我今早才知道 因為他在出缺之前 因為我是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所以政府今日的秘書長 為我匯報這件事 其實我今早已經知道 在他出缺之前 你覺得這個做法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一直在說 他已經不是用內部的人進職 他這次原來申請這個職位有幾十人的 後來就西下西下西下 或者見過那些人interview之後 到最後都是決定 沒有一個合適的人選 是吧 然後都是要由這個政務官系統那裏 調一個勞福局的副秘書長 去做這個廣播主長 那當然我想 港台內部會有聲音 對這個 另外公眾都會覺得很奇怪 又是繼續這樣 那個奇怪在哪裡 因為已經做了那麼久的輪選 我可以細聲一點嗎 後面細聲一點 麻煩 做了那麼久的輪選 之後做最後沒有解釋的情況之下 都空降AO下來 你是不是想好像政府接管廣播 其實這個關鍵就是根本問題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直都希望 香港電台 是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 但是政府最新的計劃 大家都知道 現在雖然扔多了很多錢 香港電台 他都是將他繼續變成一個政府部門 是吧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很吊詭的 因為你那個根本的結構上 已經是政府的一個部門 是吧 他可以調個AO下來做 你真是催他不像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初要爭的就是 他一定是一個獨立廣播機構 所以政府最令人憤怒的就是 喂你搞到打羅打鼓 又找黃應士做那個主席 是吧 包雲龍都為了做這個位 做了那個cancer都關了 那麼就出了一個報告書 那個報告書很清楚建議 港台是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廣播機構 公認廣播機構 是吧 但是政府不接受這個建議 是吧 那你又弄了一個委員會出來 又出了一個報告書 那你說這個政府是不是很過份呢 是吧 所以很明顯就是 一定也是將香港電台 變成一個全聲筒 是吧 是吧 所以我想他都要面對 就是一些議員 或者公眾的質疑 我們在panel裡面都會說 因為港台有些新的計劃 還有他現在加一個 廣播處副署長的職位 還有他要多開兩三個位 就是那些首長級的官員 到時我想我們都會 在panel裡面 就是在委員會裡面 都會提出一些質疑 因為人不選 怎樣的質疑 會不會大一點 開這個特別panel 會提出一些人 嘩 整天開特別panel 現在我看回我們那個 代議時堂 關於香港電台的部分 應該是年尾之前 有一次會要說的 大概就是 太遲了 我現在就在想著 因為今天才知道 是吧 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讀一讀 是不是有需要 特別去講這件事 是吧 但是現在就 暫時來說 我想他今天公佈了之後 各方面都有反應 港台工會那邊 也會有反應 是吧 一定的 是吧 他不在內部調升 我現在猜可能 內部都會調升 一些人的做副署長 那個位置 就不可能被人空過 你明白嗎 他現在有一個 多一個副署長的缺 那個副署長 極有可能就是 由內部調升 是吧 就是那個位置 但是那個處長的位置 現在就是找個AO來做 是不是 但是政府其實是沒有解釋到 是不是說 在多公開招聘那裡 今早早我也有問他 就是 他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 沒有甚麼具體 總之就是 我都經過輪宣過程 有幾十人 但是沒有適合的人選 是不是 就是可能他那個輪宣 他有個標準 不符合那個標準 但是他現在 這個空港的人 是沒有任何廣播經驗 就是你在 AO用甚麼有廣播經驗 我們AO常常調來調去 有沒有問題 這個做法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廣播經驗的人 就是公共進去廣播 我比較關心的就是 那個 港台的編輯自主 和他作為一個政府部門 其實我們根本就已經是反對 是不是 就是應該繼續要 爭取香港電台獨立 我想這個才是根本解決問題 是不是 好 那 有甚麼憂慮 一向都是傳聲筒的 就死了 港台都 不是我們有編輯自主 哈哈 我問你有沒有一個 在這種情況下 有憂慮 當然有憂慮 我都不是叫做憂慮 就是 我那種是叫做 就是 怎麼說 我是反對 一直以來都是反對 香港電台 就是 成為一個政府部門 你明白嗎 就是那個是根本問題 你明白那個是結構性問題 你一定要把它變成一個 講了很多年 幾十年 講了二十年 是不是 香港電台獨立 所以亞視事件 加上現在 就是香港電台 就是這個處長的處理方法 就是你覺得 對整個新聞界那個 就是士氣 或者那個 那個打擊有沒有出現呢 就是港台的問題 再加上最近亞視 就是那個管理階層 就是很粗暴干預這個新聞部的運作 這些當然是對新聞自由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對香港那個廣播事業的發展 也是沒有好處的 對嗎 所以說回亞視那件事 我們就 委員會就決定在下個禮拜 不是 這個十九號 sorry 就是在下個禮拜一 就召開一次特別會議 就討論這個梁家榮 就是辭職事件 以及較早之前呢 就是誤報這個江澤民死訊事件 OK 那麼我們會請 就是禮拜一我會發信 請這個 廣播管理局的主席來 廣播管理局的主席來 廣播局的主席來 還有就是這個亞視的管理階層 包括這個抗海營性菌瑜 現在正在炸臉那些人 另外就是我們都會 考慮請這個王晶來的 雖然他在這個亞視的董事局 或者管理階層 沒有任何的官方銜頭 但是他經常走出來指手畫腳 是不是 還有大家要知道 這個廣播條例其中有一條呢 就是那些非管理階層 或者非董事公的成年 是不能夠參與亞視的管理工作的 那如果你有證據證明 這位王晶先生 他是非亞視的管理階層 和董事公成員 他是有參與亞視的管理的呢 他是違反廣播條例的 很多人不知道這一條的 你明白嗎 不單只是那個亞視的新聞部 被管理階層干預 亞視的管理階層 干預新聞部的運作 那個是一個道德問題來的 那不是一個法律問題 是吧 是一個道德問題來的 要搞清楚 還有這個也都可能是 就是說他們逐牌的時候 的口頭承諾來的 就是管理階層 會干預新聞部的運作 是吧 除了一個道德問題 也都很可能 是他逐牌的時候 我們找回一些文件 如果有這個承諾 他就違反了這個承諾 對他將來的逐牌呢 是會構成一個影響的 是吧 所以我們在 節目委員會裡面 特別會議裡面 就會討論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有沒有證據顯示 現在這個所謂的投資者 是吧 他不是亞事的董事局成員 也都不是亞事的管理階層 他有沒有干預這個亞事的管理 參與亞事的管理工作 不是只是干預新聞部 OK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希望 梁家榮先生可以出席 他要回答我們的就是 為什麼他盡最大的努力 都阻止不到 這個江澤民死訊的新聞出席 是不是 是什麼人 就是 可以決定說這個新聞一定要出席的 這個我想都會在個特別會議裡面 我們會問 當然啦 梁家榮 譚惠儀 這個亞事現在處理行政總裁 即是七朝元老的抗海營 是吧 盛品如 是吧 甚至黃晶 我們都會發信給他 OK 打定 謝謝